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9日 今天看到一篇好文章非常有趣 7月8号 在中国的学术圈上又发生了一起很罕见的事情 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院副教授 伍黎松在微博上公开点名弄骂学校 原因是什么呢 校方没有聘请没有厌聘他的老师 也就是65岁的严实安教授 这次这位叫伍黎松的 他不是为了他个人 是为了他老师 弄骂学校的行政当局 实际上就是党委 校长 一般来讲 学校里面党委书记 有的都是兼校长 或者是什么 校长的副书一等等 反正很多都是党政一尖条 其实不是两个职务 那也是最后归党领导 所以我认为骂得实在是太好了 骂得不够 在微博中 伍黎松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严实安教授曾经三次被本科生评为 我最喜爱的老师 拥护历史学院第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而且从58岁开始 接连在一流刊物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这说明这个老师叫严实安 这个人丝很有学问 而且学有专场 也有发表了很多文章 然而历史学 希望严评该教授三年 但没有得到校方的同意 这让武黎松很不满 其实这个大学教授干得好的 应该无限期的聘用下去 甚至可以终身制 搞什么 为什么还要经过学校同意呢 学校同意 校方同意就是党委同意 党委你再碰上一个像那个 叫王文珍 那样的 这个前不就发生了 复旦大学 数学学院 数学的博士 数学天才 我们一家的姜文华 最后不是把这个党委书记 干倒了吗 是吧 这个你说 干倒肯定是 肯定是犯罪了 是吧 但是 应当允许 首先允许 就是有意见的人 能够发泄心中的不满 这样才能避免 这个极端的行为 因为人是感情的高级动物 你不让罚弄怎么能行 是不是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是 在微博当中啊 说是 这个 他显得极为愤怒 也就这位叫 他叫武力松 这个学生 他的学生 大为愤怒 先是将南京大学 人事处的领导 称为狗官 又弄骂 其实王八蛋 直言他们 就是天天想着 自己怎么拼院士 我看骂他们狗官是轻的 这个狗官就是 中国共产党 这个组织应该解散 解散的 你看美国 加拿大大学里 哪有党组织 大学教授不是照样是 这个该怎么工作 怎么工作 还不断聘请 这个能够培养出人才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党组织啊 完全是一个多余的 这个锅脚步 丢掉最好啊 他弄骂这个学校里 这个人事处啊 我不太清楚 他这个具体是哪个部门来管 但是我认为 他应该骂共产党 共产党从这学院党 就滚出去啊 这才是这个实质性问题啊 他讲着还是表面的 对不对 那么说随后 他上升到了学校本身 他将南京大学的利得庶人 和办好最好本科教育的目标 称为狗屁 确实是狗屁 你想 你凭职生还得奉承 恶意奉承 溜续派马 还要讲西和谐 是吧 还要讲假话 那知识分子能高兴吗 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 这个不为五斗米遮药吧 是不是啊 都是四才傲物 像礼拜那样 是不是啊 皇帝 皇帝给他 给他踹雪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很正常啊 我认为啊 做的不够啊 这个人直言南京大学的行政人员和东汉明末一样 是无道的混均 污秽的官僚 并且表示让我们为你们这些狗官的红顶子努力不值 确实很爽啊 说明这个 武黎松这个教授啊 真是一个啊 感言的中国这个知识分子 还有点血性啊 这个应该允许他发泄心中的不满 避免那些极端行为啊 这是好事啊 我认为啊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那么给大家看看 这是网上的这个截图 他是这样骂的啊 其实也没有骂过 这位啊 讲的是很文明啊 只是讲的狗屁 王八蛋这不算什么 主要是以和平的啊 民主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 自由表达都一档鼓励啊 都一档鼓掌 至于说讲错了 言辞不太文明啊 这个可以稍微讲讲调子 这个没有关系 骂错了道歉 骂对了啊 这个表扬 这个言者无罪嘛 骂更没罪啊 你关键是这个 你骂了这个学校领导 他给小学算怎么办啊 这倒是个问题啊 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 我也仔细看了啊 没有什么离大哥的 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官网啊 这个介绍 这个武力松 现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副院长 口述历史研究师教研师主任啊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呢 闫教授七月份将退休 南大有关政策可以 研聘到68岁和到70岁 我看可以一直到他的 呃这个不能工作为止啊 都可以作为教授 终身教授 不应该是这个把这个老先生 给他这个解聘啊 所以这个武力松 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啊 能为老师呼吁 这个精神非常可嘉啊 我认为学校党委也好 还是学校的领导干们 应该虚心的接受啊 最好是所有的中国的大学 都应当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共产党要这个从这个学院里边 给他彻底的给他赶出去啊 让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们啊 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啊 选出这个学有专长啊 这个既有德啊 又有能力 又能又敢言的啊 人当这个校长啊 我看这个刚才讲到 这个严实安这个大弟子啊 敢于这个给他仗义直言的啊 这位叫武力松的当院长 我看不错啊 这一天我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